好 接下來看到廖建復有沒有機會是單場雙翔炮呢 出去了 完全不給富邦漢將任何喘息的空間 這是廖建復生涯第三次的單場雙翔 今天帶有四分打點 這一棒出去可能就要交襲漢將的氣焰 前半段都是靠看富邦的打擊表現 但到了中後半段來看的話 打擊真的有點打開了 從第七曲開始就先要回兩分了 兩邊都打出八支拳壘打 四支拳壘打 所以一共是八轟 這是新莊的 很輕啊 看完影片 不要忘記給我們按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幫我按一下訂閱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露間每支精采影片喔